哈囉大家好我是妞妞 然後來跟大家開箱我們的 1500元的入匯組合呢 它有什麼樣子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1500元的入匯包啊 其實它 是一個有一點像是電腦包的那個手提包 如果你平常當公式包的話 其實它也是非常的好看 那這個入匯包裡面呢 待會我會開箱它裡面所有的內容物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1500元你可以拿到什麼樣 妞妞露的入匯組合呢 那現在我們就來揭曉喔 這是它裡面所有的內容物 那總共會有三本書 第一個是我們的產品目錄 我們的產品目錄會分成上半年度跟下半年度 對是2023年的下半年度 然後呢再來是我們的季刊 季刊 季刊的部分 那季刊的話其實 它後面有一個神秘的 小禮物 就是這個結交禮 結交禮的部分 那結交禮的話呢 就是你達到你的購物滿額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結交禮去兌換 這個相關的禮物喔 可能是事業手冊 事業手冊 尼弗露的所有的規章規範裡面都放在這個事業手冊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清楚尼弗露這個事業怎麼經營那你可以參考 事業手冊的部分 再來呢是文件夾 尼弗露有送一個精美的文件夾 裡面呢有一張國際登錄 然後還有一張訂購單 然後再來呢是我們的小洗劑 125ml的小洗劑 是我們 最有價值 痛貼貼 痛貼貼 那它總共呢是有兩款 兩款 我們也稱它為就是小方毯 那叫痛貼貼呢是因為 它很實用 它這個是30x30公分的 一個方毯 那這一塊材質啊它是兩用備的材質 兩用備的材質 那 如何分辨呢在外層這一個 部分它是一個 提花布 那我們要使用的部分是裡面這一個 兩用備的部分 把這一面呢貼合你的皮膚 像這樣子 如果你喉嚨不舒服的話呢 你就這樣子貼合你的皮膚 好 那這個呢是床單款的材質 後面它是這個紙髮的部分 然後你就把它鋪在你的床上 那這一面 我們的背部其實有很多的穴道 背面的話呢就是可以讓 你的背部都享受到負離子床單的呵護喔 好 那接下來呢是我們的 迷福露的筆 還有這個 用橡皮筋綁的這個是測試布 那等一下呢我來做一個測試布的實驗給大家 那這個測試布的話呢它是 這一面是棉布 然後這一面呢是負離子的布 是用來測試 尼弗露產品不稀濕的功能 上呢袋子裡面呢它還有一個 這個提袋 那是可以方便讓你扣在 旁邊 調整一下肩袋的部分啊 就有點可以當個肩背包的感覺 這樣子 也可以很方便拿東西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呢 在這個包包裡面裝滿了東西 我還裝了一台電腦 你看它其實可以塞下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喔 然後所以這個包包真的是還蠻實用的 而且它背出去呀 人家一點都不會覺得它是直銷的 入惠包 因為它的mark 其實 做得很 低調 就是這邊很不明顯 然後皮的質感又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所以我真的覺得1500元你可以得到這個包包 是一件非常划算 而且很值得投資的一件事情 光是裡面那兩塊布呢 價值就超過6000塊 那以上呢就是尼弗露的入惠包的一個 簡單的介紹 那我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當時加入尼弗露的一個 過程 那我個人是覺得還蠻 搞笑的啦 呵呵呵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我聽尼弗露 其實 聽過很多次 然後 有各式各樣的人 就是 不經意的讓我知道了有這家直銷公司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想要加入過 因為我完完全全不曉得這間公司到底在做什麼 那直到2021年的6月份呢 我有一個非常喜歡的身心靈老師 他當時呢就是有一個影片 然後裡面有提到說他在他懷孕第二胎的時候 他非常的不舒服 那在這個之前呢他一直都在做授課啊 然後 講課的這個工作 就是身心靈方面的工作 那每個月的月收入也都很好 可是呢 當他不舒服的時候他沒有辦法開課 所以他的學生呢就跟他介紹了尼弗露的產品 然後他試用了一些產品之後他覺得 哇這個產品很神奇 然後他就 加入 然後並且就是全心全意的分享這個產品 那他在一年的時間內呢 賺了300萬的佣金 然後我當時呢 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自己本身從21歲開始做組織行銷相關的工作 我沒有一年可以賺到這麼多的佣金 那這是我對尼弗露 驚訝的一個點 當然 我覺得 這位老師他的 他的分享能力呀 或是說他過去所累積的受眾 還有他 所累積的信賴感 然後 加上這個產品的獨特性 那可以讓他有這麼多的佣金 這也是我後來才比較知曉的部分 但是前面我的確有被這個 他所提到的這個 一年300萬的佣金 我有驚訝到 因為一年300萬是什麼概念呢 等於一個月大概是 一般要做 可能 一般可能要經營個幾年才可能有機會有這樣子的成績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好奇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事業 那在2021年的9月的時候 剛好 剛好因緣際會 我看到了我的介紹人 他在 臉書上呢 分享 尼弗露 的產品 其實 嚴格說起來呢 那不是完整的產品 那是 碎布 那他當時是用在他的 癲癇的狗狗身上 我當時一看到尼弗露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 那位老師他經營的是 尼弗露這個品牌 所以我當下 馬上就 私訊問我的介紹人 就是問他說 你PO的那個是尼弗露嗎 然後他就說 對呀 然後我就說 我最近剛好 就是私密處很癢 然後我很想要 試試看 所謂負離子的產品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東西 我不是很了解 但 因為他們有賣內褲嘛 所以我想要買內褲試試看 他可以幫我買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我做直銷很久 所以呢 我一直覺得 直銷應該有所謂的 會員價 然後呢 我就跟他講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不然你給我你的會員編號 然後我去查一下 台中的工資在哪裡 我自己去工資入會 我自己去現場買 然後他就想一想 說好啊 也可以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們那個入會費多少錢 他就說 入會費才一千五而已啊 而且有兩塊毯子喔 然後我當時呢 聽到有兩塊毯子的時候 我非常的震驚 因為入會費一千五 很便宜耶 兩塊毯子 一般對毯子的認知來說 應該是很大塊吧 然後所以我 加入尼幅露是一個 充滿誤會的情況之下加入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 踏入了尼幅露的這個世界 後來我才知道說 原來尼幅露並沒有所謂的 會員價 跟 零售價這件事情 他不管呢 你是會員 還是到超級領袖 就是尼幅露的最高聘階 就是尼幅露的最高聘階 我們大家拿的金額都是一樣的 那差別只在於說在這個制度體系裡面呢 他會有所謂的 聘階 然後還有佣金 等等 這樣子的差別 這個呢有機會我在下一支影片 再來跟大家解釋尼幅露的制度 我們的重頭戲了 就是你會收到兩塊布 兩塊布 那這個布呢 我們又叫做 痛貼貼 痛貼貼 那這兩塊布啊 不要小看他喔 他就是我當時 誤以為很大塊的毯子 我其實就是以為 我真的是很天真 因為我 我後來講出來 很多人都會笑我 都覺得說 尼幅露的產品這麼貴 怎麼可能 一千五就可以拿到兩 兩塊很大塊的毯子 對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沒有概念 我對於毯子的概念就是 毯子就是應該像我平常蓋的那種 被子一樣 應該要很大塊 所以我當時就是 鬼迷心笑 就聽到 一千五就可以 拿到兩塊毯子 然後我就入會這樣子 兩用被是這樣子 他摸起來是很綿密的感覺喔 很舒服 很柔 我真的超級超級超級 超級喜歡 就是 剛入手的兩用被 因為就是這樣綿綿的 很舒服 那這裡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痛貼貼嘛 那就是你哪裡不舒服 你就用哪裡 比如說 你肚子不舒服 你就把它塞到你的肚子裡面 放在這裡 然後就很舒服 然後你如果胸口不舒服 你就塞胸部 然後如果呢 你脖子不舒服 你就塞脖子 剛好可以塞一下 這樣子 那如果你頭不舒服呢 你就蓋頭 這個就是我們尼弗露露味包 一千五百元的 組合 那 謝謝你看到這邊 然後我是妞妞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